根据《纽约邮报》近日报道 纽约、新泽西等地的一线医护人员 正在起诉中共政府 指控中共政府囤积急需的个人防护用品 并将其出售牟利 这期针对中共政府的诉讼 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联邦法院提起 原告包括在纽约、新泽西、西弗吉尼亚 和佛罗里达工作的三位医生和两名护士 这些医护人员指控 中共政府阻止手套、护目镜 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的出口 并以较高价格出售 与此同时 全球各地的民众 却因中共病毒患病或死亡 原告表示 他们的诉讼 可以为近400万美国医护人员讨回公道 3M和霍尼维尔等制造商的高管 日前向美国官员表示 中共政府禁止他们在中国的生产厂 出口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 白宫正在与这些制造商联系 并考虑就北京涉嫌 囤积防护用品一事 对其采取法律行动 上个月 勃满律师团代表佛罗里达州的一批企业 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 指控其应承担对个人和企业 造成的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